去年故宫就提出了平安故宫计划 对这个计划包括防火防盗等等 咱们就说上个月开始的安检 第一天就没收了8000个打火机 我觉得故宫在防盗啊 这什么真是下点得真功夫 目前故宫防盗设备老化 已经长达14年都没有更新过 所以才出现了之前的失纪案 对所以故宫计划未来安装65块大屏幕 2000多个摄像机探头 监视各个角落 打造世界博物馆中最强大的真空室 希望真的管用 先把玻璃都换了 游客轻易就能打碎的玻璃 你怎么能保护文物呢 不管怎么说吧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不算完 这个故宫 这个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建筑遗产 我们一定得好好保护 为故宫的下一个600年做出贡献